大家好,我是毛五 今天我们还是谈关于台湾的事情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它的未来 目前看起来似乎有四种可能 第一,维持现状 第二,成功独立 第三,武力统一 第四,和平统一 但是这四种其中的三种 现在看来其实已经不会出现了 或者说出现的概率越来越小了 我们从逻辑和现实的角度一个一个来分析 第一,维持现状 这里说的维持现状是指台海两岸 长期处于不战不和 不同不独的这个状态 而且没有一个对未来的清晰说法的胶着状态 首先要说的是 这种胶着状态 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两方力量相对平衡的结果 这个平衡从1949年 已经持续到现在了 长达66年 这个平衡细细分析来 又分了四个子阶段 1949年至1979年 两岸都想武力统一对方 但由于海峡组阁 大陆海军弱小 这边打不过去 同时由于国民党太水 台湾那边也打不过来 此时的平衡是台湾和大陆相似的阶段 1979年至1999年 台湾方面彻底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念头 转为防御台湾 但大陆军事仍然不够强大 此时打台湾有一定的胜算 但军事风险很大 1996年台海危机时 中国大陆的军费甚至不如一个小小的台湾 此时军事上的平衡是大陆转为攻势 台湾转为守势之下的平衡 2000年至2008年 大陆开始对台湾在军事上取得明显的优势 但大陆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 攻打台湾仍然比较困难 此时是大陆压过台湾 但是对美国仍然处于守势的平衡 2008年至今 可能一直会持续到2030年左右 大陆对台湾的军事优势会进一步提高 同时武器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台海范围内和美国对峙 已经逐渐不落于下风 放眼全球 这个阶段也是自1949年以来 中美实力消长中 中国第一次从战略防守阶段 转入和美国战略相持阶段的过程 这个战略相持阶段 可能要持续到2030或者2035年左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从最初的台湾 仅凭海峡天险和自己的军事力量 就可以防御自身 慢慢演变成必须依靠美国才能自保 现在正在慢慢的演变成 即使美国适度参与 只要不起亲国之兵和大陆翻脸 也越来越无法军事自保的局面 换句话说 新中国成立66年来 维持台海两岸的平衡 正在一步步被打破 台湾现在有不战不合 不独不统的状态 必然也会随之改变 第二个可能 成功独立 这里说的成功独立 是指在大陆不愿意的情况下 台湾靠自己或者国际力量 单方面在法律意义上脱离中国 这种机会在79年之前不可能 还在幻想重返大陆执政的国民党 自己就能把台独力量压下去 从79年 在蒋经国去世之前 虽然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幻想已经破灭 但台独势力开始放弃的时间上等 没能力把台独思想真正灌输到最高同志阶层 这个机会的真正窗口气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有利条件有三 第一个铁杆台独分子李登辉已经上台 第二 苏联崩盘 在美国的战略目光面前 已经没人能站在前面挡子弹 美国无需再拉拢中国共同反苏 中国反而成了下一个需要减出的对手 从1993年的银河号 1996年的台海 1999年的南斯拉夫大使馆 到2001年的南海撞击 美国对中国进逼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第三 中国军事力量尚弱小 如果台湾和美国真正的决定从法律上让台湾独立 中国大陆无力阻挡 转机出现在2001年 司贸中心双折塔的轰然倒塌 美国的力量再次从亚太转向中东 两场泥潭式的战争拖住了美国的注意力 也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实力 给了中国宝贵的十年战略机遇期 等到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狼狈被撤出的时候 却发现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以战争手段打断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了 所以台湾是不可能成功独立的 因为台湾在大陆面前太弱小 而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 那美国这个精明的商业国家 在评估战争得失之后 没有能力以武力手段支持台湾独立 第三 武力统一 这个选项被很多人经常提起 但实际中是不会出现的 大陆这边实际执政的对台政策是 台湾如果不主动罚你独立 大陆就不会动用武力 这个策略将会继续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预计在未来20年内不会有变化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台湾不敢罚你独立 所以大陆也不会选择武力统一 大陆不会选择武统的原因 最重要两条是 一 成本太高 二 没有急速统一的迫切性 先看成本 武力统一并不像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 军队一出灭了对方就是了 没那么简单 台湾是中国自己的领土 不是外国领土 武统之后最重要的是收复当地民心 这个很难 别提什么像当年日本治台一样 严酷统治60年 现在是信息发达 人权意识高涨的21世纪 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年 这种舆论压力根本是无法承受的 武统之后 台湾必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经济低迷 台湾人自然会怪在大陆头上 由此更加离心离德 师父这样一个离心离德 需要巨量投资 医治战争创伤的台湾 同时要兑现战前为了争取国际舆论 而向其他国家许下的各种利益承诺 这个成本太高并不划算 另外由于两岸军事和经济已经失衡 台湾不可能独立 时间完全在大陆这边 为何要这么急呢 众所周知 随着时间推移 两岸实力砝码将越来越偏向大陆这边 台湾现在如果都独立不了 未来就肯定独立不了 拖下去 台湾的筹码将越来越小 统一所花费的成本 以及统一之后的阻力 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小 有的同志担心 现在台湾年轻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就越来越小了 时间慢慢流逝 他们岂不是更不认大陆了 这个思维其实是只看眼前 不看整体 台湾人为什么抗拒统一 其实就一个原因 大陆穷 这里的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还包括科技上的 社会发展阶段上的 意识形态上的 等等各方面 换句话说 你的价值观和我不和 为什么不和 因为你和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价值观不和 而我们台湾人认为那是普世价值 是人类未来的方向 怎么扭转这个观念 很简单 让我们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 至少是把现有的普世价值拉到和我们的价值观平等档次上来 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经济上超越美国 科学技术上超越美国 社会发展上超越美国 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上超过美国 如果能做到这一切 那现有的普世价值还靠什么来支撑呢 必然会轰然倒塌 就像当年的苏联意识形态一样 到那个时候还需要和台湾谈统一吗 台独的思想根基就会整个被抽空了 而实现这样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未来40年内 是有不小概率成为现实的 第四 和平统一 以上三种可能性都被排除 和平统一将成为最后的选择 其实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谈到了 当中国真正实现崛起的时候 现有支撑台独的理论将难以再获得台湾的人心 不但而屈人之兵上策也 到时候 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台湾人希望统一 希望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像是波多尼格希望加入美国一样 当然 届时的美国可能也会反对 但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军事科技经济优势的美国 一个已经丧失了普世价值解释权的美国 它越过遥远太平洋吹过来的风 还有多少人会有兴趣听呢 另外 在这里预测一下台湾人支持统一的比例 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在未来10年内将会继续下降 但在这之后将会开始缓慢反弹 在25年后会快速反弹 第五被中国拒绝 这个选项没有出现在最初的四个选项中 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选项完全不能称之为选项 太荒谬了 怎么可能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选项的可能性从几乎为零逐渐成长 并在未来40年内甚至可能会成长为仅次于和平统一的第二大可能选项 要想象这种可能需要有一点宏观的历史感 大陆和台湾的精神纽带在双方两边实际上都是在不断被削弱的 台湾方面的纽带削弱字不代言 他们中不少年轻人经过20年的绿化教育后 现在已经可以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的麻枝蜡猪了 但我们上面论输过了 随着中国的强大这种纽带会以新的方式重建起来 那么大陆这边呢 至少是从现在来看大陆普通民众 是对祖国统一有着极高的支持率的 但是别忘了现在的大陆主流民意他们接受祖国宝岛概念教育的时间 都是在90年代以及以前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 他们也不知道宝岛人究竟是什么想他们的认识就是阿里山日月团 美丽的宝岛台湾台湾人是我们的同胞 其实是现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 除了少数关注时事论坛贴吧微博的人之外 绝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还是这种传谱的概念 那么40年后的主流民意那些10后20后30后们还会这样想吗 他们接受的是怎样丰富的信息 就按照现在台湾这种着实的程度 他们还会把台湾人发自内心的认为是同胞吗 当然了有人会说不认为是同胞并不妨碍要统一 现在不是就有很多人说流岛不流人吗 可是这就是一句气话 在现代文明条件下压根就做不到 流岛就要流人 想象一下40年后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们 他们可能从小就是生活在中国地域的环境中长大的 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我们这样对中国曾经的贫弱的亲身体验 没有银河号 没有大使馆 没有蓝海撞击 当然他们或许可以从教科书上学到这一切 但书上的知识和亲身经历完全是两个概念 想想现在对邱少云黄继光董成人的所谓质疑调侃 对黄世仁的翻案 这英雄所出的那个时代的人们会这样想吗 没有亲身经历也就没有刻骨铭心 甚至随着时代的变迁 可能会变得连理解都很困难 而那时的台湾 也许只是人均GDP排名倒数的一个省份而已 而大陆这边 可能早就没了对台湾同胞的想法 40年后我们的后代 会不会这样很实际的考虑问题呢 为什么要接纳这样一个又穷又破的地方 而且还要我们每个纳税人掏钱 帮他们交养老金 盖各种基础设施 统一之后 台湾廉价劳动力会不会抢大陆人的饭碗 尤其是福建 我们的海军已经可以通行全世界 台湾对我们来说 已经没有了军事意义了 台湾是什么地方 是不是就是台州啊 抱歉我 我地理课没有好好学习 新闻上也很少听到这个地方的事情 换位思考完全会出现这些可能 而且 那个时代的民意 肯定比现在这个时代 对高层的决策影响更大 真的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但从现在的趋势看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最快也许20年后就会出现 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有生之年 也许就会看到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 持有这样的观念 也许到时候你还会气得用拐杖打他们 当然 这第五种可能 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看 也许更像是一种甜蜜的苦恼 讨论它一旦成为现实 可能会给更远的未来中国带来什么隐患 就有些太遥远 但也许我们可以回到2017年 来消灭掉这些萌芽 现在就是2017年 我们的下一代面对的中国 可能和我们这一代完全不同 他们的思维也可能和我们有很大的差异 毕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是 102030后 他们的家庭教育 可是我们说了算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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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